一片是23个 这边是1234567 这边是7 数钉子就是我这个是整体的开放式的隔断的柜子 摆在这里美观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我选择定制品牌 但现在数了一下 它裸露在外明显入眼能看到大小不移 排列不整齐 所有的钉子有处理有没处理的 总共是57、8个 柜子我看到这极度郁闷 我19000块钱多 设计这个柜子 包括施工安装 孙女士已经数过一遍钉子了 她说10月下旬 在杭州临平江南家居广场的施尼曼家居 订购的厨房和客厅的柜子 总共花了3万多 让她不满意的是客厅这套 接着看到 这个柜子背部有木板 所以需要用钉子固定柜体 柜子有部分是开放式的 从外面可以看到钉子 其中一些没钉在一条水平线上 还有些地方被贴上了 撕下来看里面也有钉子 它背面是有讲板的嘛 它确实是 它要板墙吧 你不看 它会掉或者是 它可能是为了稳固 可能是现场师傅 他就是自己安排 设计师在的时候 没有看他打这个孔 当时在的时候 那我给你看这个东西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不认得 设计师在的时候 他在的时候 全都盯成这样了 这是头一天 我有拍照的时间 可能他们就是衔接的时候 也没有衔接好 也有可能 设计师可能去过了 但是没有一天都待在那里 对于目前存在的问题 门店提出了整改方案 说是会尽量让钉子不那么显眼 在钉板的地方 我从心下 打在距离 比如说左侧和上方 就是要看现场那个背板 尽量我们是把那个尺寸计算出来 听完门店的整改方案 孙女士并不认可 东西摆在外面也没人用的 而且整改 它也可能是整改不好的 一定要有这个钉子的 最后的话 那后期我们再协商吧 当天下午 孙女士反馈 双方已经协商一致 具体方案 他没有透露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咱们